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环球网报道 实习记者杨子晴 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旗下629次航班 于6月27日晚 紧急迫降大阪关西国际机场 迫降原因为客舱气压系统异常 索性机上113人平安无事 据日本昭日电视台6月28日报道 27日晚19时17分 629次航班 从东京与田机场起飞前往路尔岛机场 然而飞行途中 飞机客舱气压过低 显示即报警 机长最终选择启动客舱氧气面罩装置 并于当晚21时14分 紧急降落至关西国际机场 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曾在2017年8月发生过类似事故 日本国土交通省正在对此次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离开台来 将来的八方降cra族 土交通省正在展开阶道